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月下毒瘾淚是情意 流水不復一時深情 只剩回望太匆匆 此生獨守情於衷 只願與你長相守 無邊似於心如愁 招來暗雨起回眸 你在哪一旁停留 天我有情意無情 愛到最後要分離 你輪迴的印記 落在我眉雲 直到有一天不能呼吸 天我有情意無情 萬聖空城我等你 用你的牽掛 燃盡我慢慢 痴痴天涯你終會遠離 天我有情意無情 愛到最後要分離 你輪迴的印記 你亂歸的印記 落在我眉雲 直到有一天不能呼吸 天我有情意無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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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聖空城我等你 有你的牽掛 燃盡我愛吧 遲遲天涯你終會遠離 令人有情意無情 對像聖這一段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风儿已经死了 你即便陷害魏央 风儿也不能活过来 现在只有魏央一个人 能给李家带来荣誉 我绝不允许你自作主张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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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样 老爷 我知道你不相信我 可是我现在命炫一现呢 你还怀疑我 是 我齿云柔 嚣张把护 可是您的女儿 又岂是一个柔弱可欺之人 我跟她几番争斗 你扪心自问 她难道就不恨我 怨我 她就不会害我吗 那事到如今事关重大 这牵连着李家上下大小 所有的性命 我会不知道分寸 如今她为了想害我 居然动用了皇上禁止的 巫蛊之术 你还希望她能够帮你 光宗耀祖 她不但不能为李家带来荣誉 她还会害得李家家破人亡 她 老爷 老爷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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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温央 这小木人是从你房间搜出来的 你还要什么话好说 平时母亲带你步步 你居然要害死她 我明白了 你先是想方设法地让你娘 得到三品疏人的封赏 然后想方设法地害死母亲 这样 你就可以让七姨娘做上正式之位 你就可以从树变敌 从此平步青云了 是不是 祖母 父亲 就算这个小木人 是从我的房间里找出来的 但也未必这件事情就是我做的 这根本就是有人在陷害我 况且 这种事情在未央的身上发生 也不是第一第二次了 此事尚有可疑之处 还是不要急于夏令伦 祖母 事到如今铁正如山 你难道还要帮未央说话吗 有谁能害她 又有谁想害她 我明白了 你的意思是我们先害你 李未央 你以为你是谁啊 值得我母亲 用性命去害你 你分明就是狡辩 老夫人 媳妇觉得魏央不是这样的人 三婶 你要为二妹担保吗 我 三婶 父亲 请再给我一些时间 我定会查明此事 来人 将二小姐带回军兰院 封锁院门 任何人不得出入 还有 今晚之事 若有人走漏半点风声 就是跟我整个李家为敌 是 不用担心 亲者自亲 把我也带走吧 无论生死 我都要与小姐在一起 我也是 父亲 不管事事如何 这都与我娘无关 她不该被囚禁 是 你也知道七姨娘为人谨小慎微 她不可能参与此事 就依魏央说的吧 让七姨娘先在我这儿住一阵子 等这件事真相大白了 再让魏央把她接回去 行吗 三婶 我娘 就拜托您帮着照顾了 好 卫央 三婶只能帮你这么多了 谢谢三婶 关门 你们都给我看好了 不准任何人进入 如有任何闪失 小心你们的幸福 是 赤云柔为了害我 费尽心思 我日房夜房 还是遭她险害 这种勾心斗角的日子 到底要持续到什么时候 这个要能解毒 最好能留上一日 我多希望可以脱下伪装 与你真诚相对 最近我们李府啊 真是 倒霉的事啊 一件借着一件哪 母亲且宽心 此事我自会处理 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件事啊 我本来怀疑过阿柔 可言谈之中 似乎她又与此事无关 我也相信她 不会傻到 用伤害自己的身体 来成事 可我也相信 卫阳这孩子 不至于做出 如此伤天害理的事啊 可是阿柔屡自陷害卫阳 卫阳难道 真的就心宽不计仇吗 人心难测呀 况且 那个邪物确实是 从卫阳的房间里搜出来的 证据确凿 我们不得不信哪 微娘希望你啊 确实查证清楚 别再让她呀 平白地受到冤枉 阿儿明白 母亲 您是如何将穆偶 放到李卫阳的房间的 这次啊多亏了红罗 红罗 夫人 红罗 这次你立了大功 红罗不敢贪功 上次假扮李卫阳的事 功亏一篑 红罗还要感谢夫人 给红罗戴罪立功的机会 还有一件事要禀告夫人 那天在李卫阳的柜子里 搜出的包木偶的布包 原本还包着一把 男人用的折扇 我七眼看见李卫阳 对她真是非常 想必一定是不寻常之物 那那把折扇呢 拿到手了吗 在我放置木偶之时 并未见到那把折扇 奴婢也没有时间寻找 男人的折扇 一个未出阁姑娘的房间里 怎么会藏着一把男人的折扇 难道 都两天了 不知道老爷怎么处置我们 小姐 我们该怎么办啊 大不了杀出去 这是最差的方法 既然他们下定决心要软禁我们 就一定会防止我们逃出去 本以为还可以安稳一段时日 没想到大小姐又借题发挥 对付小姐 真的想不通 小姐分明什么都没做 那个木偶 怎么会出现在小姐盒子里呢 小姐 你找什么 我帮你找 扇子 难道是被他们搜走了吗 扇子 扇子 小姐 扇子 怎么会在你那儿 我整理盒子的时候 发现这个布包有些脏了 于是就重新做了一个布包 本来想做好以后放回去的 做得好 要不然的话 可就得被他们给搜去了 好 夫人 快把这解毒的药喝了吧 要是有一些余毒留在身体里 那可就不好了 若不是问荆草 若不是我以身试毒的决心 这一次恐怕没那么轻易地 绊倒那个小贱人 可是母亲 这温荆草服下真的没事吗 您之前又是吐血 又是胸口痛的 难道喝了这解毒的汤药 就没事了 放心 我不会治自己的性命于不顾的 这温荆草是经过调制的 毒性已经减半 只会让我看起来精神萎靡不振 不会伤到根本的 至于吐血 胸口疼 那只是掩人耳目罢了 只要持续一个月服用这个解毒汤药 就不会有事 那女儿就不明白了 既然红萝会议荣术 那直接让她杀了李未央就好了 然后再找个替死鬼代替红萝 不就得了 母亲也不用冒险试毒嘛 那李未央对我们早有防范之心了 加上身边有个君陶 红萝就更难有机会下手了 再说她刚封为安平县主 若她死得不明不白 必会引起轩然大波 你父亲也不会善罢甘休的 这对于我们来说是很不利的 唯有此方法 才能让她死得无声无息 但是父亲现在 也只是将她禁足而已 母亲要如何让她死得无声无息啊 你放心 母亲做好安排了 我已经刻意地将李敏德支了出去 这一次 看还有谁能帮她 小姐 我实在是想不通 这个小木人是怎么放进盒子里的 多怪我太大意了 房里进了人也不知道 这怎么能怪你呢 趋云柔想陷害我 总能找到机会 趁我们不在的时候下手 我现在就是比较担心 她到底会如何对付我 老爷 其实我已经无碍 本来不想追究此事了 但是魏央 她竟然敢动用皇上 严禁的巫蛊之术 我担心 是 为了 是 为了 魏央是皇上钦封的县主 如此贸然行事 一定会惹出乱子 也对呀 就算是送回了乡下 也实在是不能让人放心 这可该如何是好呢 老爷 这次您可不能再心软了 您是一家之主 理应做出决定 夫人可以放出风声 就说卫央突发疾病 等再过几天 你处理吧 老爷也是为了李家着想嘛 这件事 怪不得老爷您狠心 要怪只能怪卫央太不懂事了 辜负了老爷一番期望 老爷放心 我知道该怎么做 你们想做什么 不许伤害我再小姐 如今你们已沦为鱼肉 还有什么可挣扎的 给我搜 谁敢 李卫央 你这是因罪行败露 所以纵奴行凶 肆意报复是不是 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你们已经从我的房间 搜出了小牧人 这次还想找什么 李卫央 你别跟我装傻 你知道我在找什么 我的房间 岂是谁想搜就能搜的 军堂 今天若是有人想 煽动我的东西 只管出手教训他 军堂明白 来人 在 你们 小姐 白痴 李卫央 你不是很心疼下人吗 我现在倒要看看 是你藏的宝贝重要 还是这个丫头的命重要 卑鄙 给我搜 仔细找找看 是 小姐 您看 小姐 您看 李卫央 这把扇子 是哪儿来的 我自己买的 你当我是三岁小孩是吧 你买一把男人用的扇子 还私藏起来 我再问你一句 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你以为不吭声 就没事了是吧 来人 把军堂关起来 严加审问 你敢 带走 军堂 军堂 把他也给我绑起来 小姐 放开我 放开我 小姐 小姐 老夫人 如今只有您能救卫央了 您可不能不管哪 这件事啊 涉及到巫蛊之罪 我纵然想管 也有心无力呀 老夫人 我们都了解卫央 是个怎样的孩子 他怎么会用巫蛊之术 害人呢 这明摆着 就是有人要陷害 我不是不相信卫央 可如今哪 证据确凿 连你大哥都身心不疑呀 这关系到我们李家 兴亡的大事 我的话呀 也不管用 坏就坏在这件事啊 跟巫蛊联系着 你大哥他想掩盖压制 都来不及 他怎么会大张旗鼓地 为卫央喊冤哪 老夫人 夫人已经放出 卫央染病的消息 可见老爷已经做出了决定 老夫人 难道你眼睁睁地 看着卫央去死吗 继姨娘三夫人 老夫人平时有多疼 儿小姐 二位夫人是知道的 你们以为老夫人 真的不想救儿小姐吗 老夫人确实是无能为力呀 你们可知道 老夫人昨晚 一宿都没合眼哪 起来 起来吧 别着急 让我再好好地想想办法 看看能不能给那丫头 留下一条性命 老夫人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知道 因为你 我受了多少委屈吗 你凭什么抢作我的一切 是人的称赞 圣上的封赏 还有高阳王殿下的青睐 这些原本都是属于我的 我问你 这把扇子 是不是高阳王殿下给你的 如果我现在告诉你 这把扇子就是高阳王殿下送给我的 你会很开心吗 你是不是就想听这个 高阳王殿下 跟我从小青梅竹马 他甚至说过要娶我的 可是自从你出现了 一切都变了 他不承认了 他反悔了 是你 是你抢走了殿下 我再问你一遍 这扇子 是不是殿下给你的 是不是 不说是吧 来人 上次攒刑 大小姐万万不可 攒刑容易留下胃伤 要是被人发掘 那就不好了 你说什么 我倒是有个方法 可谓小姐分忧 我们不妨试试 插针之心 插针 那一定非常有趣 放开我 你们要干什么 放开我 放开小姐 不要伤害我家小姐 不叫啥 看你忍到什么时候 小姐 小姐 还是不说是吧 小姐 李长老 你好可疑 你的招数就只剩这些了 是吗 我来 小姐 给我 大小姐 求你了 不要伤害我家小姐 这双手多巧啊 能够舞狮 还能给老夫人揉肩 就连太子妃娘娘 也赞不绝口 小姐 小姐 大小姐 不要伤害我家小姐 我 不要伤害我 我放开我家小姐 白痴 不让打死你 白痴 白痴 快松口 快松口 你这个死丫头 竟然敢咬我 给我打 我死里打 住手 白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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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手 好不忍 把她的嘴给我堵上 你放开她 如果你再不说实话 你就看着她活活被打死吧 好 放我什么都说 你翻了她 停 放手 这把扇子 是我在乡下的一个好友送给我的 乡下好友 难得 你在骗我 李强额 你身为一个名门千金 你难道看不出来吗 这把扇子不管是做工 还是质地 都非尚品 高阳王殿下 鬼为皇孙 他怎么会用这种东西 怎么会看得上 这种粗陋的扇子呢 这扇子 真是你乡下好友所赠 这上面的乡猪图 是我乡下的好友亲手画上去的 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并非出自明家之手 高阳王殿下才华高绝 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这种东西 怎么可能入殿下的眼 什么乡下好友 我看是奸夫才对吧 居然跟乡爷小民私乡寿寿 怪不得打死都不肯说 什么乡下好友 我看是奸夫才对吧 居然跟乡爷小民私乡寿寿 冰清玉节的模样 谁知道 暗地里早就跟人暗通款取 要是让高阳王殿下知道了 对呀 我们走 白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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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样 白芝 白芝 你醒醒 白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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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赢 日ging 吾 不过 白芝 香 嫦如 君陶怎麼樣了 君陶還好嗎 君陶暫時沒有生命危險 二姐放心 我會盡力保住君陶的 謝謝你 嫦如 請你一定要幫我保住君陶 對了 這些是吃食還有藥品 我為你準備的 麻煩你幫我送進去好嗎 不是小人不想幫小姐 可如果小人這麼做 只怕連小人的命 也保不住了 嫦如 你不用擔心我 好 我是清白的 我相信我一定可以出去 你快回去吧 只要是被大夫人看到了 她一定會怪罪你的 小姐 快回去吧 要是讓大夫人知道 一定會責罰咱們的 快回去吧 不用管我 那二姐你自己一定要保住 一旦有消息 我立刻通知你 沒想到大夫人這次這麼狠 連烏骨之術都用上了 看來二小姐這次是必死無疑了 沒想到大夫人這次這麼狠 二姐不能死 二姐還不能死 那這一次 還有誰能夠救她 有一個人可以救她 白癡 對 Convenience 愛吃嗎 還是希侄 小姐 小姐 白痴 白痴 你要坚强一点 我会一直陪着你 也不知道君陶怎么样 白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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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烫啊 这样下去白痴会死的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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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安平县主 你们凭什么关着我 求此 二小姐 我劝你还是乖乖进去吧 我现在需要疗伤的药 你要是不给 我就会闹得全家上下都知道你对我动了私刑 二小姐 二小姐你吓唬谁呢 你要是敢闹你早就闹了 你不闹是因为你知道闹了也白闹 可是现在白痴 他有生命危险 是吗 那 那就等他死了再说吧 给我看紧点 陈明 我会记住你今天对我所赐 好啊 我等着 少爷 少爷 好在我想办法把八殿下给支开了 要是他一路跟着 谁知道能闹出多少事 对啊 这八殿下也奇怪 为何偏偏与少爷过不去啊 少爷 你到底是哪儿得罪他了 该死灵灵德 你又轻薄我 我哪儿知道啊 那些天之骄子 总是任性妄悔 为难一个人还需要理由吗 那倒倒也是 哎 少爷 你怎么了 不知为什么 最近右眼跳得厉害 莫非家里面出事了 是不是魏央出事了 哎 少爷 二小姐如今是安平县主 又有那个君陶保护 她能出什么事啊 是少爷想多了 少爷 我们倒真定了 我们早点办完事 早点回家 好 准备一下 出发了 好 白芷 你一定要坚持住 就算只有一线生机 我也不会放弃你的 来 来 吃点东西 好 白芷 怎么样 小姐 你还好吗 我怎么能让小姐照顾我呢 这可是要折奴婢的福啊 你先别起来 快点躺好 先把身子养好 我再给你喂点吃的 小姐 小姐 你的手怎么样啊 都是白芷无脑 没能好好保护小姐 我没事 不许过 来 快点好起来 你多吃一点 把身体养好 才能快点好起来 谢谢小姐 小姐 听说赤芸夫人身体抱恙 现在可好些了 多谢娘娘关心 母亲已经好多了 那就好 到我们这个年纪 三天两头的就出毛病 不服老那是不行了 娘娘不会的 娘娘风华正茂 永远都是这么年轻 好 常乐每次来 总能让本宫开心 哦 对了 秋仪 把上回皇上赏赐的香料 赏与常乐 谢娘娘 哎 这宫里生活无聊得很 等你母亲病好了 让她进宫来 陪本宫说说话 是 娘娘 哦 对了 秋仪 今儿园子的花开得好 陪常乐去逛逛 哎呀 我也乏了 回去歇着了 高阳王殿下 我去拜见高阳王殿下 奴婢告退 拜见高阳王殿下 上次常乐一事糊涂 出言顶撞了殿下 还望殿下原谅 这件事情唯有不对的地方 如今常乐姑娘能想明白 不再纠结于那些 毫无意义的往事 我也就放心了 常乐姑娘怎么来了 哦 是太子妃娘娘 得知家母生病 传臣女前来询问 尚书夫人身体还好吗 谢殿下关心 母亲已经搭好了 哦 这什么 臣女不知该不该说 哎 这到底是什么 这事关家丑 臣女本不该说的 可是殿下询问 臣女不敢隐瞒 这是二妹最珍视的东西 你说 这是未央最珍视的东西 是 这是二妹以前 乡下情郎送给她的 二妹一直都把它收藏得很好 后来被发现 母亲怕影响她的规御 所以就收了起来 我知道二妹非常珍惜 所以就从母亲那儿偷了出来 想要还给二妹 可是 一时忘记了 所以就带来了此地 污了殿下的眼 还望殿下原谅 你是说他们相谈甚欢吗 奴婢看得再明白不过了 果然俊儿喜欢的是李常乐 这样事情等于成功了一半 只要俊儿娶了李常乐 就等于得到李尚书和赤云家 两大助力 这对于俊儿来说 真是莫大的好处 这分明是我的扇子 李未央 李未央 如果你真的对我无情 那为何要将我的扇子 留在身边呢 是 这是二妹最珍视的东西 这是二妹以前 乡下情郎送给她的 到时候我把扇子 拿到你的面前 我看你怎么否认 乡下情郎 情郎 这把扇子怎么会到了 李常乐的手上呢 真是有点不对劲哪 难道维扬出事了 殿下 殿下 有一个丫头 悄悄交给我一封信 维扬真的出事了 殿下 不知殿下 不知殿下 突然驾到 有何急事啊 尚书大人免礼 母妃听说尚书夫人身体抱恙 特地让我带着刘太医过来 给夫人看看 尚书夫人呢 殿下 这边请 好 求夫人让我渐渐喂羊吧 不是都怪不得 我都跟你说了几遍了吗 卫央身患恶疾 老爷下令将他关起来 不许波及到家中其他人 如果我一颗心被你俘虏 就流浪在你怀里的过渡 我沿你手掌心的纹路 其成我的追逐 如果你 每一度挂着孤独 就抚摸 让你冰山化成湖 我陪你 瘋得任性糊涂 笑的泪也模糊 就一眼爱变成一种天赋 就一眼爱变成一种天赋 心跳在你面前拥有温度 我为你开始领悟 忘掉明天和假如 幸福就是满足 就一眼爱变成一种天赋 不自觉能牵你下方 你哭 我为你有了旅途 不管你天涯几步 我都不在乎